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实这个在家里还蛮好做的 不一定要像找到这样的垫子 那你也可以自己用家里洗澡毛巾 大概就身体的宽度 然后厚度大概三到五公分就可以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折好之后 它会成为一个长条状的东西 不要紧很圆很硬 就是软软的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摆的时候怎么摆呢 第一个等一下我们摆的高度 大概在我们胸口 就是我们男生的话 大概就是乳房高度的正后方 胸口的正后方 大概就是我们腰凹进去的地方 跟贴到床中间的交界处 摆的时候呢 我们两只脚先弯起来 撑住床面 然后这个时候把屁股撑高 背后面悬空 那这个时候把这个垫子 大概塞在背后这个位置 然后整个人放松就直接躺平 那脚也伸直 那这个时候就这个东西顶在我们背跟腰 胸腰的交界的时候 会觉得背这边好像被顶得酸酸紧紧 它其实可以帮我们的胸椎 做一些放纵跟伸展 但是这样做有些人会开始觉得脚麻麻 凉凉的感觉 所以这个状况其实大概一次做两到三分钟 如果你可以忍到五分钟也可以 但是不需要做太长的时间 因为它顶久了其实会不舒服 等一下下床会不好下床 那像这个伸展完之后 要不就像刚一样 我们脚弯起来 把它抽出来 要不然就是先测躺之后 再从背后把它抽出来 对我们这样子屁股悬空之后 把它抽出来 请自己抽或家人抽都可以 记住就是时间不要太长 不然有些人会反而会变得不舒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